你还只是喝了陌生人给的水 当逼二天醒来后 发现自己竟然成了一只丧尸 她肚子上的血管变得盘根错节 刚准备洗澡 鲜血却突然流了出来 小美看见自己的左眼发红 可她没有在意 觉得可能是经常看手机导致的 她叹了口气 拿出牙刷开始刷牙 可任凭牙刷飞舞 她的嘴巴就是感受不到牙刷的存在 小美赶紧将手伸进嘴里 看看自己的牙齿还在不在 可没想到只是轻轻一碰 她引以为傲的大门牙就掉落了 小美慌了开始有些害怕 她立马去看医生 经过一番检查 医生却告诉她一切正常 只是经常熬夜身体虚弱 让小美回去好好休息 当天夜里 小美被自己肚子发出的奇怪声音吵醒 突然她感觉有什么东西到嗓子眼了 于是赶紧冲进厕所 没想到竟然开始大口的吐血 仿佛要把所有的内脏都吐出来 听到声音老妈赶来询问情况 因为小美经常出去鬼混 再加上故意遮住了马桶 老妈听后也没有在意 转身回去睡觉了 就这样 小美在马桶上度过了一个晚上 当她醒来后 另一只眼睛也开始变得通红 宽自这一位 在跟马桶上度过了大的 我们下支点赞 我们下支点赞